之前段儀康他賭說要來吞曲棍球 這個案其實也引爆了很多 在於法律界的一些疑運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監委彈劾 也對抗上了檢察界的反彈 我們就先講一下 包含像是琳達 他在臉書上面就有批評監委高永成 他批評的內容是什麼呢 他說這是陳隆祥檢察官 今天早上傳給他的聲明 那當初幾乎是出不了門的彈劾案 剛剛刪刪檢檢之後才能被表決通過能出門 可是後續有非常多的爭議 為什麼個別的委員能夠偷渡 把那些已經刪檢的病案來處理呢 有這樣的道理嗎 那後來他的職務法庭也駁回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根本沒有經過 監察院合法的程序彈劾 所以他在文委的時候有特別點到了說 以後要好好檢視某些律師的答辯狀 他認為無罪推定的喊得很大聲震天 可是政治追殺不起訴的檢察官門檻就很低 這樣是不是有雙標的問題呢 接下來也可以看到在檢察官陳隆祥的部分 他有點出了幾項他的聲明 他認為第一次通過了彈劾案 其實是經過了兩次彈劾審查會 才以低票數來通過了 那如果這個不是一案重提的話 什麼才是一案重提呢 再來他也特別點到了 包含像是懲戒法院質疑的是 監委高永成的程序不正義 那高永成就應該要看清楚彈劾文 還有懲戒法院的判決理由 他也質疑了高永成自己曾經表示 願意公開約循錄音 可是這段的追殺陳檢察官的經過 高委員是忘記了 還是害怕想起來 所以現在也可以看到了 包含像是監委的彈劾 以及檢察界的反彈 聲浪是越來越大 可是這些政治面的算計 又或者是法律界的疑運 又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讀 接下來我們就關心的是在 民進黨黨職改選 下個禮拜天要來登場了 所以現在市場上面聚焦的 在於黨中央的權力枢紐 還有地方黨部主委 都會重新的來洗牌 所以在下屆的中常 還有職委任期都會影響到 2024年總統以及立委的選舉機制 那當然在民進黨裡面 中常會就變成兵家必爭之地了 所以現在後蔡英文時代 群雄並起甚至是暗潮汹湧 這也牽動了總統蔡英文 還有行政院長蘇貞昌的 蔡蘇體制是不是依舊堅若磐石呢 因為我們先來看一下 年底選戰 台北市的選戰也是非常的焦灼 白綠藍這邊會派出什麼樣子的人選 其實大家也都了解了 只是在國民黨徵招輕狀派的立委蔣萬安呢 參選感覺上已經成了定局 這個部分是知情人士透露了 黨中央規劃會在25號的中常會 正式通過提名蔣萬安來參選 那當天也一併會提名 省力女超人立委許淑華參選南投縣長 前立委謝國良參選基隆市長大打形象牌 另外在南投縣長李明珍的部分 擔任兩屆的縣長也即將要屆滿卸任了 日前議員就有質詢的時候問他 參選高雄市長的意願高不高呢 李明珍就表示了黨內優秀的人才 很多大家都想來選 不過如果黨真的需要他的話 他也不會拒絕 還有一件事我請教館長 館長 很多朋友在告訴我 高雄的朋友要邀請 要邀請你去高雄 要選高雄市長 叫我告訴你 館長 這你有幸福嗎 現在要去高雄市 實在什麼人下去都很困難 不過因為國民黨裡面人選得蠻多的 優秀的人才很多 到最後 如果說國民黨沒有人選要去殘選 要我 要我去 為了國家 為了黨 我也不能記者 這樣是證明說 管長你也管理要去請命 沒有人要去 如果說高雄市民翻臨 當然我說不能記者 這樣可能跟韓國瑜進行下去 那個漩風下去可能 管長你沒問題 跟我們嘗試看看 很多人要去選 如果最後沒有人的話 如果黨需要我的話 我也不能夠拒絕 我本身是沒辦法動的 所以我是感覺管長你去參加看看 我怕沒有能力 南大大大好 你去高雄的地名堂也算大 如果我是沒有那個能力 如果說高雄市民有需要 像我這個高雄老是在輕鬆工作 那當然我是會去考慮一下 不過高雄市比我們南大大大 你也過得做會過得太累 那個高雄市要來規劃 要發展是很好規劃 很好做的 對 經過很多 還有一個高雄工 對 經過很多 南大大大 財政又很富足 來很好發肥的對不對 我們無論你去做了就不錯了 對啊 我想我們南大大大大大 去到那裡都受到很大的禮遇 我不是第二個人選 無論你做了 對啊 南大大大 第二個人選微酸啟動 水塵抗菌液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率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 推薦代碼 CTI 我發發號 可以有折扣喔